那么这个地方说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剩最后一个部分了 你看IK是不是都已经安装好了 就该它了吧 这个东西就太简单了 当然这个做之前我们得先把 你看我是不是想用head去连 就是用docker中的head 去连docker中的 这个elec search 是吧 刚才我这个地方你看 是不是本地的连本地的 现在我是不是想用docker的 连docker中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如果想连 我得确保它里边是不是有跨域 刚才我那个跨域 也是后续签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 这个地方 咱们还找到刚才那个文件 我们再找这个文件 就不用进素质机了吧 去哪些 这里边 是不是直接去改这个就行了 没问题吧 就挂在到这了 不用往素质机去了 接下来我在后面是不是加上刚才 咱们直接在这贴是不是也行啊 是不是这两行东西 一样啊 好了那我就把 这个地方写个 咱们后面的课程中啊 好多类似运维的工作 其实你今天听的是不是像运维了 其实就是运维 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 你说家务程序员 这以后都变成这个样子 我就说 那你 你的就业压力 估计都越来越大了 反正是 怎么说吧 你 然后我就重启它 是吧 呃 cd 点点杠 cd 点杠 我直接回到这个盖目录啊 接下来的话 我就 d o c k e r r e f t a r t 四大 好就是 诶诶诶 错了 直接 好 回车 其实啊 这个运维性的工作 我跟你说 是很锻炼人的 其实 好多运维 其实都是家务大神转过去的 但是不一定 他不一定 你看他运维什么东西 运维 他看的日志 跟咱们看的日志 咱们是不是都习惯看这个日志呀 就这个里边 这个日志 但是他看的日志 可都是控制台上这种日志 他能从这里边找到 代码中的异常 也能找到系统中的异常 所以说他们是很厉害的 就是 怎么说吧 这以后啊 这个运维工作都越来越 就就就就显得 划分这个界限 都越来越不明显了 所以说咱们这个 向漫也是紧跟这个时代潮流 是吧 所以接下来 DOCKER IMATE S IMAGE 我要创建一个HEADER 是不是要创建它呀 创建它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那这个就很简单了 就DOCKER DOCKER 接下来是一个RUN 杠DI 接下来杠杠内姆 等于TENSQURE 10square下滑线 HEADER 可以吧 接下来是杠P 它端口是多少 9100 看这是不是就行了 9100 好了接下来 呃就是它 对它的版本得写上5 是吧 不是 DOCKER PS 有了吧 那么接下来咱们呢 要连 你就得把这个地方给它改成 192.168.217.136 可以吧 但是现在它还是这下面的 LOCAL HOUSE 你得把它变成 LOCAL HOUSE 你是不是根本都没切 这玩意 是不是变成这个 可以吧 这就行了 也就是我们刚才把 咱们课堂上 在本地做的一套 已经完全步到哪了 服务器上 诶这以后的话 就是我们做完测试 是不是要把测试那种 移动移动的正式呀 我们今天就是 大概模拟了一下 这样一个东西 其实今天这个 Elector Search 真正它不难 我觉得你要能把 在最后一节 这个内容敲一遍 那是你今天 真是收获很大 真的 但是这个我跟你说 咱们今天算是幸运了 我很少能敲 出错这么少 这个命令 真的我自己也不敢 保证一遍过 啊 我自己也不敢